唱得那么火 然后自动这个小女孩唱了之后 这歌之下就火起来了 好了来吧 舍姐先清下评 欢迎今天准时到课的舍保门 还有看回放的舍保门 转眼非常的快 今天已经是咱们的春季第十五奖了 那么也就是咱们春季的最后一奖 谁给大家安排的是 阅读技巧进阶的讲解 加上我们的听力的这个经验 尤其是我们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帮助各位保姊们吧 我们阅读这个版块好好弄一弄 然后接着呢 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保姊们 咱们的下周 报了舍姐高二的课程 上周上节课的时候 我记得我已经问过 大家基本都已经报了老师这个课程了 那咱其实不是最后一节 然后下周五六月十六号 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四十 所以给大家安排的是 我们期末备考训练一和二的这个讲解 这个课呢 是报了我们的这个高二的课程 赠给各位同学们的 所以大家赶紧看一下 自己的那个课表里头 是不是有的 然后六月十六号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六月二十三号 同样的时间 我们有期末备考训练三和四的这个讲解 也是送给咱们各位同学的 如老师那个 我那理想没有呢 有可能是你报名 是不是直入课程失败了 所以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 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佛道老师 来吧 师姐带大家先温故执行一下 上节课所讲的内容 上节课在课程结束之前 所以大家进行的是我们的高考的高频短语的这个讲解啊 然后给大家讲了两组啊 一个是关于get 一个是关于game 来吧 师姐要考一下啊 以下哪一项是进入的意思 分分必得呀 各位宝子们啊 别的同学背一堆咱就背一个 你必须得给师姐弄精准了啊 学校空调集体报废 我的天哪 特别好啊 证据率92%啊 说明大家把这个都已经给老师重视起来了啊 师姐已经说了啊 这是咱们高考的重点的短语啊 高考考的意思 师姐都一个给大家查的 你要再不给师姐背 那真的说不过去了啊 来 3 2 1 收了 非常好啊 进入就是get into 本身这个介词就是进去的意思啊 get out就是出来啊 好了 接着往下来 get through 这个单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through 本身这个介词的意思叫什么呢 走起 我不能说了 我再说答案就出来了 这五个怎么也得给师姐势在必得吧 新陈 于心 润泽 严豪 非常棒 雅坤 漂亮啊 正确率还是92% 说明做对的同学 就是前面那个题都给老师背了的同学 是吧 还是那些 是吧 默然 王舟 但觉着说老师我作业赶不完了 说 特别好啊 through这个单词 本身作为介词 介词它就是通过的意思 get through 就是通过 度过 还有 接通 电话 所以大家选择就是A选项 好了 接着来第三个 哪一个是客服呢 客服就代表 怎么的了 走起 新陈树老师 那两节课在哪里看呢 就在你们正常的可以上课那个列表里 是下周五的时间 只要你们报了舍姐的高二这个课程 这课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除非给你植入失败了 然后你赶紧问一下我们的福德老师 静伦 特别好啊 金鸿 金鸿一会下课的时候 问一下福德老师 看看怎么回事啊 三 二 一 收了 来吧 师姐说一下啊 赵提刚刚有同学给你 师姐选择了A选项啊 get across 这个单词的意思不是理解吗 理解的意思啊 这个我选错了 肯定这个美国贝 over这个单词本身是上边 所以它代表就是翻过去 对吧 那翻过去就代表你把这个困难给老师克服了 所以克服就是get over get up就是起来的意思 介绍下来 get down to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上一课是给大家讲这个时候啊 当时我们那个表格里给的是get down 但是得发现get down这个短语 在高考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考 他考的全都是get down to 这个搭配 来 走起 这舍姐的课你要是不听 真的是吃大亏 费了好大力 然后最后你这个重点还给老师抓不到啊 你这个舍姐好好听我的课就够了 佳颖 志玄 于昕 亚昆 飞轩 很好啊 漂亮 欲敬 1536 3 2 1 着手做某事啊 必须给谁记住的啊 好了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短语 give off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分发 发出 赠送 泄露 还是散发 出啊 走起 天博说舍姐 1234这个期末应该是在高二的课表里还是在高一的课表里呢 按理来说应该是在高二的课表里 我们还是要查一下的啊 完了 完了 这个是有同学给谁选错了的 来吧 师姐说一下啊 把我们上节课给到大家的give这个短语 师姐都拿出来啊 纯纯的表示散发出 我们是give off give off 然后give out 它是指分发 发出啊 比如说发出声音 发出响声啊 然后赠送泄露 它是指give away give away 好了 来 舍姐先收了啊 这个没给舍姐记熟的同学啊 下许再给她写到小纸条上 然后贴到你的床头 对吧 然后贴到你的这个桌子上 但凡你能看到地方 你多贴几个 这一贴下来 咱肯定是要把这个短语给她背下来的 好了 那么舍姐说一下 这一课给大家讲解的这个意思啊 汉芝说 老师get down to 不是静下来的这个意思吗 然后跟大家说啊 如果你去查 它的意思可能会有非常多 汉芝是不是上这课没跟听舍姐这个课程啊 高考考的什么意思 舍姐逐词逐句的给大家去看的 高考就考的是着手做某事 舍姐姐清楚了吗 你要自己去查 可能意思非常多啊 但是高考考哪个 你必须要给舍姐精准的记下来 我先给大家进行我们的阅读理解的技巧的这个讲解 然后给大家进行我们阅读的篇章的这个训练 篇章训练这一部分呢 是舍姐单独给大家找的一篇文章啊 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给大家听起来的是我们的听力练习 一会儿舍姐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听力练习啊 从考考上啊 就咱们2023届的这一波诗歌诗姐发坏这个信息啊 回顾这个信息呢 就是听力啊 非常的难 它的难点在于啥呢 在于它不是纯纯的英式发音 或者是美式发音了 它可能会是一个印度人在给你读这个文章 也有可能是一个日本人在给你读这个文章 谁记得清楚了吗 这一点不是说今年才这个样子的 其实从两年前开始就已经逐渐有这种情况了 为啥 因为这非常符合我们日常交流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如果出国 你不可能面对的是一个 像我们在电视里看新闻联播一样 全都是标准的这种发音 不太可能 那有方言的是吧 有语音语调的来发音的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它更偏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了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难度有增加了 比如让我听标准的普通话 我听得很容易 但是稍微带一点方言的话 那我可能就听不太懂了 其实是一回事 它不是今年才这个样子的 所以老师也希望大家后期在跟老师在听练习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 说老师这个怎么是印度人在读啊 正常听 所以说清楚了吗 正常听 因为高考现在趋势 听力的趋势已经被都给大家改了 它不是今年新改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实在先说一下我们的阅读技巧这个板块 今天这一节课呢 实在给大家带来了三大技巧这个讲解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咱们复习之前有讲过的那些内容啊 因为马上就要清门考试了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单细节题 而且高一的时候舍姐就是把我们高考的八大题型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然后等到大家马上上高二的呢 舍姐就要从话题这个角度去给各位同学们讲解我们这个阅读理解了 来吧 那么说到细节题啊 什么样的是细节题呢 就是我们能够回到原文当中直接定位出来的 比如说老师我看到这个句子出现了 Fend his hometown 那我回到原文当中去找的话 我应该把这个词能够直接找到它所在的位置 以及它所在这个句子 那么这种呢 它都叫做细节题 都叫做细节题 但是细节题大家注意的时候啊 说老师 万一我遇到你跟我讲过那个苏格兰人的那个英语呢 我岂不是废了 这种特别极端的啊 他也不太可能会放了 人家解释清楚了吗 那苏格兰口音 那真是啊 那舍姐听都废了 好了 那么舍姐接着说一下啊 除了单细节题之外啊 我们还有多细节题 单细节题就直接回到原文当中 看这个题杆 我是直接能够定位出来的 但是多细节题呢 你会发现 他问你从第一段当中 我们可以得出这个人砸砸地 那整个第一段全都在讲这个人 你没有办法的精准定位出 他到底是一个哪个句子 那么这种他就是属于多细节题 那么这种多细节题 我们就要通过选项里面的一些词 帮助我们回到原文当中去定位 然后逐个给他排掉 那没有办法啊 多细节题呢 在我们15道题当中 通常会考大家一到两个啊 所以他出现就相当于 一个题顶四个单细节题 大家只要到时候给老师稍微认真的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这种题它不会特别难 但是他就会做起来非常的麻烦 那面对这种细节题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叫做读化定比 读什么呢 读题杆 读题杆 所以再强调一下 老师 如果是你现在给我讲的那种单题 那我怎么办 我直接去看题杆 那老师 我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ABCB这几篇 那怎么办 A篇的话 老师再强调一下啊 尤其是咱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 舍姐真的是 是在必得大家这个期末考试的这个成绩 一定要给我好好复习啊 A篇 不用从头到尾去看 不用 你就直接看题杆 给老师定位就可以了 然后B篇 C篇 D篇 上来一定要给舍姐看他的手段 以及他的尾段 确定他的主旨讲的是什么 主旨讲的是啥 你知道了 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细节题 它是可以帮助你把握大方向的 你不会错 而主旨题 在你读完首尾的时候 我们的爱情都出来了 它会非常帮你节省时间 好 那第一个就是读题杆 画什么呢 画关键词 关键词有这样一些 数大名动 数字 大写的 对吧 大写的人名啊 地名啊 全都可以啊 那个年份呢 那不都也是数字吗 老师那如果数大都没有出现呢 那我们优先去找名词 其次 再去给老师找中词 啊 这是话题 干当中关键词 然后回到原文当中 去给舍姐去定位原文的解题 关键句 然后在对比下 它和我们选项之间 是同词进行题画了 还是同意进行改写了 两种可能都有 在我们高中 其实同意改写的 出现的特别多 那这是谁给大家说的 我们的单细节题 来给大家删道题 我们做一下试试啊 这是江苏的题目啊 搞一下的其中测试啊 What can kids do if they want to help reduce global warming 孩子们能够做啥 如果他们想帮助 减少全球污染 来老师想问一下 这个题干当中 我们应该定位的词 首字母是啥 评论区里给谁刷起来 定位的词 首字母是什么 特别好啊 老师我要定位孩子 我觉得可以把大家这几个 给老师穿一穿啊 老师定位孩子 杨家啊 然后我说老师 叫名书老师 我们要定位H 是吧 老师我们要定位那个 Kid 孩子 还有老师 我们要定位那个G啊 Global 对不对 来大家说的都没有问题 非常好啊 在这里面给大家出现了 叫做全球变暖 而且还是什么 减少全球变暖 所以我们回到原文当中 去找一下 它在原文当中 哪里有出现什么 减少全球变暖 还有孩子的事 对不对 在原文当中的最后一段 有出现 他把Kid 这个单词 在原文里 给大家换成了 a child 孩子 是吧 都是孩子 同一替换了 然后原文 Reduce Global Walming 减少全球变暖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道题 咱们如果做的话 接下来 大家不用给老师 从头读到位 先定位我们所在的单词的句子 除非 老师跟大家说 这句咱解不了题 你再多少时候 去看下面这个句子去 老师解决清楚吗 除非这句解不了题 这句我读了 但是没有答案 那我才能往后读 正常来说 我们在高老真题当中 所见到这个句子 一句基本出答案 再不就是多读一句 这个答案也差不多出来了 只要你从他的逻辑 给老师推出来 来吧 那我们迅速扫一眼 这个句子 If a child 如果孩子 want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reducing global warming 想要做一些贡献 为减少我们的全球变暖 He should ride a bicycle to the near park school his friend's house or anywhere else instead of taking the car 来吧 老师什么都不说了 你们自己给老师 对比一下选项 告诉我哪一个 应该作为我们的 正确答案呢 走起 给三分啊 张恒啊 舍姐这个重要啊 江宇非常棒啊 金红 伊娜 嘉琳 嘉琳搞错了 你选哪个啦 嘉琳 雨昕 飞轩 家豪 特别好啊 这要提及时也选错了 那真的是欠掐呀 这是欠掐呀 来谁准备收了啊 三二一 来吧 我们先说一下A选项啊 go to the near park buy bike to the near park ride a bicycle 骑自行车 骑自行车 它俩是一样的词 附近的公园 附近的公园 答案选择的是不是A选项 没毛病啊 说舍姐我选择了2B选项啊 咱2B选项能看一下 叫做avoid taking the car 避免开车 你可以避免开车 但是后面又来了一个or 或者是啥 骑车 人家不是说可以骑车吗 你这咋又不让骑车了呢 所以单看前面这个句子 它是正确的 但是后面又给你来了一个并列 避免坐车或者是骑车 所以姐姐清楚了吗 搞定了哈 所以RB选项错就错在它后面那一部分了 一定要搞认真啊 2.5分呢 各位宝兹们 来C选项叫做 Eating fruits from Faroe 你要吃水果 那借词加名词老说了哈 它却相当于是什么词 相当于是个行词 你要吃水果 什么样的水果呢 远方的水果 人家这里头提水果的事了吗 谁给我选择的C选项 谁 C选项 Go around the town with parents Buy car 让你和父母 去城镇干啥 坐车去 人家说的是 Instead of 我不让你坐车 搞定了嘛 一定要给舍姐认真啊 认真 不要说老师 我看到前半句是对了 这就完事了 马上直接给舍姐选什么 那太草率了啊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谁也要给大家进行一个词汇的讲解啊 就是这个单词叫做contribution 它的意思叫做贡献啊 来吧 谁也讲一下这个词 这个单词作为动词啊 叫做contribute 这是它的动词 就是贡献的意思 这个词它怎么来的啊 来谁也说一下 C-O-N 它是比较强调 比较共同的意思 对吧 然后这个tribute tribute 它的英文解释叫做 to pay 去支付 to give 都可以 那我们一起去给予啊 一起去给 那这是在干嘛 这是在做贡献 所以contribute 这个单词 它的动词的翻译叫做贡献啊 贡献 然后所以在这里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词汇啊 叫做distribute 这也是咱们的高考词汇啊 高考词汇 这个怎么来的呢 第一 把D-I-S啊 它有向下的意思 它有向下 它有比较否定 对吧 然后向下去给 向下去给予 所以它的意思 动词叫做 分发赠送 分发赠送 向下去给 是吧 大家一起来给它东西 那么就是 一起做贡献 对吧 向下给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 我给它发出去 我给它赠送出去 谁说清楚了吗 来 对 严好说老师 那donate这个单词 是不是也是啊 是的 来这页给世界迅速截屏 然后评论区里 给世界刷播 数字一 截屏刷播 数字一 donate是动词啊 donation啊 名词 好嘞 然后这个短语啊 大家可以看到 就原文给了啊 make a contribution to 为点点做贡献 实际在这儿 希望大家把这个短语 给我记下去 我们重点的部分 希望大家记的是什么呢 做贡献这个短语 我写在后面啊 make a contribution to 后面给老师 接动词 接的一定是ing的形式 因为这个to 在这里面 它做的是一个借词 语法填控会考 考的话就是1.5分 各位宝子们 所以我们回头 可以看一下这个原文 给的这个to 正常大多数的to 后面是不是要接 动词原型 而这个to 后面接的是 doin 看到了吗 因为这个to 它是一个解词 所以作为一个重点 我们要把它 记得到我们的小本子上 来戒评 3 2 1 接种下来 下面绕题 评论问的是 What did a scientist find out about the 2004 是吧 雅典奥运会 关于这雅典奥运会 是吧 这个科学家们发现了啥 这要题特别好定位 为啥 因为是2004啊 有数字啊 还有大写的 对不对 回到原文当中 直接去给蛇姐找2004 还有这个雅典奥运会 人家问的是 科学家发现了啥 2004 2004 科学家 看见了吗 所以这句话 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就应该是啥 人家问的是 科学家发现了啥 你就应该给老师 找这个科学家 他到底发现了啥 所以大家优先去 给老师 先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先看第一个句子 咱们不要上来说 老师 我就一定要从头到里去读 他说这两个 英国的科学家 研究了这个结果 研究他的结果 有没有说 他发现什么东西 然后后面这个 由威尔所引导的 这个是个定语从具 对不对 他是在修饰 前面的那个 奥林匹克运动会 所以我们的核心主干 就是科学家 研究这结果了 但是咱们提干 问的是啥 问的是 这科学家发现了啥 所以这一句 虽然有解题 关键词 在这呢 2004 2004 但是这一句 有没有答案 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才应该 再往下去看 不要着急上来 就给蛇姐 从头到尾去 认真反应 你先看一下 他的主办信息 这个就说 研究这个结果吧 但是发现啥内容呢 没说 你们往下给蛇姐看 告诉我 你们发现什么了 发现什么了 评论区里 给谁刷起来 看见什么东西了没 小雅 非常棒 锦衣 太棒了 雅坤 哎呀呀 必须给你们上个榜 怎么那么赞 陈希 特别好 建交 老师我看到了 discovered 留心 漂亮 s 默然 哎呀呀呀 怡灵啊 怎么那么棒啊 老师我看到了discovered discovered这个单词 它是不是发现的意思 然后这里有发现 而且它的主语是他们 他们指代的应该是谁 前面所出现的一些科学家 门 他们发现了什么东西 说明这一句才是我们的解题 关键 对不对 然后小雅 眼睛还非常棒 是吧 眼神特别好 老师我还看见了一个but 在这里 就在紧接着这个科学家发现的后边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知识点 需要各位宝字们给老师注意 一个是老师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跳读例子 看结论 另外一个是老师给大家讲的 跳读虽然 看但是 那例子和结论有哪些啊 在这里面 discovered对应的是啥 stand out 人家问的是研究的结果 你就应该给我去找研究结果去 对吧 那么表示这样的 例子和结果的词 老师要带大家复习一下吧 有可能咱们班有一些新生 老师我都不知道是吧 例子是什么样啊 比如说正常的我们看到的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such as 这种啊 除此之外呢 我们表述字的 具体的某一年 在某一个地方 他说的这么具体 他其实都是个例子 说的稍微再难一点啊 比如说like 像 比如 还有呢 在这一项研究中 在这个实验当中 或者有的时候 会给大家一个什么呢 experiment 高考真题有考过各位宝字们啊 experiment 然后 然后冒号 那么老师想问一下 前面说描述这个实验 那么实验后面用冒号 冒号就是解释说明的 那解释说明就是在解释这个实验的过程 所以它就是个例子 我们不作为重点去看 这一部分是需要各位宝字们给老师跳过的 我们重点看的是后面的结论句 这是大家需要重点看的 而结论句这一部分 大家需要给老师把这些词给我记下去 什么show that suggest that find indicate point out 这些全都是 来给谁迅速解个评 如果这一页啊 老师我都忘了啊 或者老师新生我不知道啊 解完评评去里给谁刷播数字啊 哪部分需要重点看 一定是结论句 人家体干 问的也是我们这个结论是啥 你给谁去找 咱也应该找结论 什么样的是例子 各种举例的词 描述实验过程 里面有各种时间 具体的时间 具体的地点 这种都是举例子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还看到了but 跳读虽然会看大致 对不对 跳读虽然看大致 但是有哪些 虽然有哪些 这是老师之前跟大家讲解过的 三秒钟啊 如果不知道同学 给老师再结个评 在这里是要重点强调一下 well这个单词 放在句首 通常是翻译成 老师给的这个意思 叫做虽然 如果他放在了句中 那么通常是翻译成 当还有然而 当还有然而 好了 不知道同学给谁解评啊 三秒 三 二 一 所以回头咱们再看一下 刚刚这道题 两个重点 一个是结论这一部分 另外一个是 但是这一部分 来吧 那我们迅速扫页 这个句子 说当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在得分 score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是得分 得分上有很大区别的时候 color had no influence on the result influence这个单词 实际上给大家讲解过 它的意思叫影响 是高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单词 对于结果 颜色对于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这是结论句 但是标准折之后说了 if it was a close match 什么意思 老师想问一下大家 这个我们应该翻译成啥 得分上有很大区别的时候 颜色没影响 但是如果这是一个close match 翻译成啥呢 应该是男生比较懂是吧 翻译成啥 比分有非常大的差距的时候 颜色没什么影响 但如果它是一个close match 非常棒 智峰 舍姐 它是比分接近吧 舍姐 我把它翻译成火柴了 是吧 接近 西服 非常好 智璇 老师接近 其实就是啥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比分非常接近 可能就差个一分 是吧 就差你头一个一分球 或者是差你头一个三分球 就这样 比分非常接近 那这个单词 它本身确实是有火柴 火柴的意思 除了有火柴之外 有比赛 还有匹配的意思 那这个单词 直接说一下 动词 还有匹配 写法了 你们写的时候 给老师换过来 动词有匹配的意思 然后名词在这里面 我们作为比赛 和那个competition 是一样的 所以那回头 我们迅速看一下 如果这个比分 是非常接近的 势均力敌的这样一场比赛 The athlete 运动员 in a right uniform was more likely to win 舍姐不说了 你们这道题 给舍姐进行一下选择 来 走起 自己给舍姐认真看一下选项 Close 这单词 它本身是接近靠近 靠近的这种比赛 就是得分 相差不多 是吧 拿到了没 非常好啊 证据率77% 嘉宇老师 我没拿到 是吧 嘉宇你选了啥呀 仲泰说 老师我没有卡 那你应该是卡住了吧 是吧 网络的原因 崩了 是吧 3 2 1 他没有 2B选项说 比赛的这个结果 对于运动员来说 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既然能给老师选择 2B这个选项 就说明你们给老师看到了 influence这个单词 可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一定要注意哦 人家说的是啥 比赛差距很大 颜色没有任何影响 而你说的是 比赛结果会影响运动员 逐语也不对 逼语也不对 只是同样出现了 influence这个单词 所以大家在给老师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给老师认真啊 不要说老师 我就看见一样的词 我就直接选了 不可以 那这样很容易出错 那么C选项叫做运动员 穿着红色的 scored more 得分会更多 in a close match 就比分比较接近这种比赛 他们得分可能就会更多 得分更多 同一替换的不就是 更有可能赢吗 对吧 所以答案选择就是C选项 那我们说一下4D选项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穿红色和穿蓝色的这个队伍 那你没说呀 是什么样的比赛呀 是比分接近的这场比赛 还是比分差距很大的这场比赛呀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而且人家说穿红色 又没有说 那个对另外一方穿的 就一定是蓝色 咋的穿绿的不行啊 谁也说清楚了吗 所以4D选项 真的就是一个凑数的转项 来这道题 一点问题没有了 评论区里 给舍姐迅速刷一波 数字六 整个这道题 我们在做的时候 逻辑老师帮大家捋一下 所以我们首先通过 体干去定位 你没发现 老师我定位到这一段 第一句了 可是第一句并没有说 他们发现的这个结论是啥 所以第一句 我们只看了一下主干 就是他们在 他们在看 想研究这个结果 对吧 但是研究之后发现啥呢 没说 在下一句当中 我们看到了同一替换词 叫做discovered 和stand out 对应上 然后再往下看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转折词 所以整个这个段落的核心 就在中间这两句呢 其他句子都不用给舍姐看了 好了 那么这道题 给各位宝子们搞定了 那么细节题 这节课就给大家举例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舍姐带大家看呢 就是我们高考当中 八大题型的另外一个 叫做猜词题 那么猜词题 通常都会考大家一到两个 通常会考一到两个 然后猜词呢 它分成让你去猜代词 或者让你去猜识词 那么猜代词 猜识识词 我们运用的这个方法 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猜代词 哎 画横线的 通常给你一个 this that it they them 这样的代词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 既然它是一个代词 它一定是指代前面的那个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 指代信息 我们要往前看 包括 舍姐给大家讲 七选五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说过 一个解题方法 叫做人对人 物对物 单负对单负 有印象吧 那它既然是代词 我一定是往前看 好 那个 德加明 也是一样的 它一定是第二次出现了 所以我一定要往前看的 对吧 所以这种信息 一定要给舍姐往前看 去锁定它的解题 关键句 那如果猜的是一个实词 名词 动词 或者形词呢 那这种 我们就按照 其实我们呢 复线 正反 和搭配 去做了 这个词 有没有进行复线 同词 或者同意的 这个词 我们能不能够通过逻辑去推 比如说考的是形词 副词 那么中间是由and连接的 还是由but 转折连接的呀 搭配 这个形词 能不能修饰这个名词 这是希望各位宝子们 给舍姐节评掌握的 节评评论区理 给舍姐刷拨 数字 7 再强化一下自己的记忆 带词的话 那就只带信息往前看 那如果是明动形这类的呢 那么就是复线 正反 和搭配 好嘞 接着往下来了 给舍姐去扫一眼 地体 问大家 画线这个单词 叫做these factors factor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因素 叫做因素 这些因素 在第八段 指代的是哪些呢 那既然问的是 这些因素 是不是 我就得要回到 原本当中 把第八段的这些因素 给它找出来 在这里 那我往哪找 它叫做 这些因素 一定是往 哪找 1还是2 1还是2 往前看 还是往后看 特别好 逻辑没毛病 老师 既然是这些因素 一定是前面有提到过 我这个时候 我在说 我这些因素的时候 读者才能知道 是哪些因素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我往前看 往前看的话 大家迅速 搞扫一眼 叫做 the color of their hair 他们的头发的颜色 所以这个时候 能不能锁定 下面ABC当中 哪个 一定会选啊 哪个一定会选 能不能给谁 出答案了 这太简单了 这太简单了 哪个 哪个一定会选 非常棒啊 倩婷 阿森 游秀啊 这太简单了 就是你只要认真 这个2点5分 你是一定可以给到 舍姐拿到 舍姐 C选项啊 为啥 因为他说了 头发颜色 hair color 对吧 所以一定有 C选项 A和C干掉了 人家问的是 这些因素 所以这个头发的颜色 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能够 确定的了 那还有因素呢 往哪找 一定是往前找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 再给老师 往前找啊 你们自己看一下呗 那个 嗯 我就不说了吧 你们自己看完之后 告诉我这些答案 你能选啥 好吧 走起 直接选这个答案 别给我选 老师 我觉得答案是 A和B 然后你给我在 选项卡的时候 我填了一个 A和B啊 答案看这里啊 人家给组合好了 给个5分啊 这道题 又给谁也做错呀 大脸大脸 真是欠佳呀 拿到了吗 正确率 87% 299 非常棒 柯瑞 家豪 天博 玉凯 3 2 1 收了 这道题 我们正确的答案选择 就是C选项 除了这个C 本身之外啊 还有这个RB选项 叫做Hairy Faces 在哪呢 在这儿呢 这不一样的词吗 是吧 多毛的这个脸 脸上那个毛茸茸的 是吧 谁想说毛茸茸的 就感觉很可爱了 是吧 毛茸的小脸啊 这俩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 我们答案选择是C选项 然后本身从这个单词 我们说这些因素 你看啊 他说的是 他们头发的颜色 导致了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位置 头发颜色一定是因 cause这个单词 谁给大家讲过 他的意思叫做导致 那么导致后面接的 就应该是一个结果啊 没有问题吧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既然人家问的是这些因素 问的就应该是原因呢 对吧 这些因素咋地了 然后他说 头发颜色导致的 这是因 我们再往前找 你也一定要给舍截 找的是因 那前面这个句子里头 哪一个表达的是因呢 because of 这就是因 所以这里面是两个因 舍截词清楚了吗 好了 那么这道题 给各位宝子们讲解完了啊 然后接下来呢 是要给大家 进行一个词汇的讲解啊 就在这里给大家 一个大家词 就是汉诸诗 blend blend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混合 动词叫做混合 名词叫做混合物 怎么记啊 blend 你就听这个发音 blend 就是 白蓝地是吧 白蓝地 它不就是多种水果混合 然后酿出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 白蓝地啊 blend 白蓝地怎么弄出来的呢 是多种水果混合 酿出来的 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叫做混合 混合物 blend 谁解释清楚了吗 来给我洁评 洁评我这个怎么记 记忆这个白蓝地吗 白蓝地就是 多种水果混合之后 酿出来的 对吧 所以这个blend 这个单词 本身的意思 就叫混合 混合物 好了 来 这一页没有问题 给谁解释评 我们接着往下来 看下面找题 下面的题问的是啥呢 画线这个单词 在第一段意味着啥 那咱就回到云灯中 去把第一段这个词 给它抓出来 在这儿呢 在这里 它不是代词了 对吧 它不是代词了 这个单词在这里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动词 那么既然考的 不是代词 是动词 是吧 我们需要考虑 复现 正反 和搭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只看 这个单词 所在的本身的 这个句子就可以了 如果是代词 我们往前看 所以整个这一段 你不要给舍姐 从头到尾往下来 金融说 优秀柱了 是吧 这个单词 虽然让舍姐 给讲明白了 是吧 来吧 我们就只看 这个句子 小宗 I'm attracted by his display 我对于他的 这个展示 所吸引了 被他给吸引了 这是个被动语态 Feeling 这是个啥 评论区里 给舍姐敲出来 虽然这节课是阅读课 但是舍姐 遇到这个语发点 而且是咱高而下 非常重要的 一个语发点 舍姐要带着你们 稍微复习一下 Feeling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特别好 亚昆 舍姐 她是个太监 智障说 舍姐 她是感觉的意思 说的都对 星辰舍姐 她是非味语 特别好 她就是个太监 对 那你说 她的动作发出者 是谁呢 按照谁给大家 讲非味语的时候 我说 发空位置 在有斗号的情况下 在斗号后面挖空 对不对 这是非味语 那她的动作发出者是谁 是哪个单词 现在告诉我 Feeling这个单词的动作发出者是谁 漂亮 楚雄 干得好啊 干得好 是吧 舍姐太开心了啊 你们能够给舍姐回答出来 真的说明 各位宝子们 对于非味语动词 舍姐啊 给大家放的那个挖空位置 你们给舍姐找到的都特别好 来给我上网 就上网 舍姐 哎 大写的 小写的 中文的 全来了 是吧 就是她 有斗号的情况下 去聚手找动作发出者 如果挖在聚手呢 那么动作发出者是斗号后边这个词 那我感觉 那肯定是主动的 对不对 所以人家用的是ing形式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位置 在斗号后面 我能不能填 to do 能填 敲意 不能 敲 能填 敲意 不能敲 等舍姐讲完这要题 我们再休息啊 能填 敲意 不能 敲 漂亮 干得漂亮 斗号后面 不要给我填 to do 也不要跟舍姐 这样说 哎呀 舍姐 那我见过 舍姐给你讲过 呀 斗号后面 加to do 这种情况 是因为它为了和前面 那个插入鱼部分 给你用斗号隔开 它才有的 正常它是没有的 所以想着啊 斗号后面 一定不要给我填 to do 人家这个空间 feeling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被它的展示 所吸引 感觉到 delight 开心 当它干什么的时候 我感觉到很开心 and feeling serious 感觉到 serious 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 严肃的 感觉到很严肃 when his eyes narrow angrily 当它眼睛 这样啊 窄了一点的时候 是吧 咪的窄了一点 我就知道它怎么了 它生气了 生气的时候 它自己会感觉很严肃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句子的结构 非常的明显 and 连接前面叫做 feeling delight when he grins 然后下面这个结构 叫做 feeling serious when his eyes narrow angrily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选择的这个词呢 各位宝子们啊 你给我看清楚了 delight 开心的 它是正向的 serious 严肃的 负向的 因为这是生气啊 对不对 生气负 感觉负 同向 感觉正 那它就应该是咋的 这个位置 我们填的词 也一定是个正 舌阶词清楚了吗 通过这个逻辑 正反 我们推出来的 来 走起 这要题 我给个十分啊 评论区里只有66啊 好的 余默 余默 谁得等你 期末的好消息啊 余默要去做检查了啊 又一个王炸刀手 299 漂亮 倩庭 李奥 德涵 很棒啊 德涵加油 李奥加油 任泽 Koree 默然说老师 And连接前后的感情色彩 不应该是一致的吗 哎 老实说一下啊 这个文章结构 我带大家看一下啊 等一下啊 等大家选完的啊 呀 老师 快清一下评 我看到题 看不到题目了 是吧 诺北说老师 我失误了 是吧 3 2 1 少了 来吧 实际说一下 这要题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的 应该是一个正向的A选项 Smiles 叫做微笑 Green 这个单词 本身 它的意思 叫做裂开 是吧 这个裂开 就是指嘴裂开 是吧 裂开就是在那笑呢 实际说清楚了 所以大家选择A 然后刚刚有同学老师 你不是说And连接前后的感情色彩是一致的吗 我们讲感情色彩的时候 它是一致的 但是这两个句子 纯属的是A and B 结构并列 实际说清楚了吗 然后他A里头在跟你讲A的事 B里头跟你讲B的事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所以不是说老师前面Delight是正向 Serious它一定是正向 那就矛盾了 如果他只是纯纯的感觉开心和兴奋 那这种A and B 它一定是同向的一致的 而这是两个句子结构 谁解释清楚了吗 纯纯的两个非为语 第一个非为语动词是Feeling Delight and连接第二个非为语 叫做Feeling Serious 然后人家自己本身里感觉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情况不一样 感觉不一样 但是是两个并列的非为语的结构 所以这个and连接的是两个并列 非为语结构 舍姐解释清楚了吗 来这儿没毛病了 评论区里get给舍姐刷起来 它和舍姐给大家讲的 按的连接前后感觉色彩一致 不矛盾 不矛盾 如果你前后这两个形容词 放的都是形容词 对吧 那它感觉色彩是一致的 这里面是结构并列 好嘞 那我们先稍微课间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再上来 舍姐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然后这个课间呢 舍姐还是一样的 老规矩 先表演一下咱们班进步的宝子们 我一直都在收到 咱们班进步同学的这个反馈 我们金军老师班的 一如宝子 一如在不在 老师我这次英语进步了 70多到101 那我们一如差不多进步了 有小30分左右 老师我听力错了8个 感觉脸也没效果 是吧 练也没有效果 是这样这么说是吧 然后老师说一下 咱们听力应该怎么练 大家如果给老师拿来一套题 你从头到尾给老师听完之后 你把你错的那个八个 你给老师抓出来 然后这八个老师 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八个我重点去听 当阅读理解 当阅读理解 我回到原 它不是有原文那个材料吗 我看一下原文的材料 它是在转折之后出的词 它还是中读了这个单词 我当阅读理解去看 我把这个原文看完之后 我再自己重新听一遍 看能不能够选对 对于错题 咱们听力是这么练的 舍姐清楚了吗 然后老师 我阅读C篇 我全都错了 这个有点崩溃 那么其他的说明 做的还不错 然后七选五呢 没错 非常好 是吧 完形错了呀 那做的也非常好 还有就是单词拼写 有些没写上来 作文续写 拿到了18本 非常好 25现在能给舍姐拿18 非常非常赞 然后咱们现在重点呢 就需要搞一下你的听力 听力舍姐说了 我们错题应该怎么去练 然后阅读理解 这C篇错的是什么样的题 C篇是老师手段和尾段 我抓主旨的时候 我就没有抓到 还是C篇里头 老师我就没有读懂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一定要把这个题 给舍姐进行一下分析 比如说老师我下次 我阅读理解 C篇 我多对俩 舍姐跟大家说 你下去一如 你就会从101 再给舍姐加5分 你就变成了106 对不对 然后 听力 你多给舍姐对俩 咱是不是又多得三分 就给舍姐一点一点 咱们描着110分 给舍姐去努力 然后接着往下来呢 再表演一下我们的默然 默然在啊 刚刚舍姐还表扬到了默然 默然呢 先是对舍姐一顿的夸赞 是吧 超喜欢舍姐的课 然后那个喜欢 夸舍姐这一段呢 舍姐不说了 但舍姐收到了 默然 然后 我把我最近上一次 七种考试的英语成绩 先跟你说一下 是58点5分 下一次看看我的成绩 有没有进步 这是先啊 先确定一下 我上次的一个分数 然后希望自己下一次成绩 能够进步 来我们看一下 默然有没有进步 老师我昨天刚考完咋样 没有出成绩 不加作文是68 如果加上作文的话 各位宝子们 那咱是不是差不多能考个80 咱们那个 瑞鲜老师也在这说了啊 那其实就是从58点5分 到80分 太棒了 默然 默然非常棒啊 然后默然说 老师我不会分析实践是吧 不会分析实践 谁说了 发给福德老师啊 让福德老师帮你去分析一下 对吧 看哪个板块错的比较多 然后哪个板块 现在问题比较大 你可以给老师重点去进行分析 余辉说老师 作文一共40分 拿30分够格吗 余辉啊 谁再说一下 40拿30 不符合舍姐的预期 但是呢 咱们正处于一个进步的阶段 毕竟我们作文还没有学完呢 对不对 然后咱们的读后续写 也都没有讲完呢 你现在能给舍姐拿30 其实已经很棒了 已经很棒了 比如说我们的读后续写 给了你18 那你前面一个小作文 你就差不多能够给老师拿到12 15分拿到12 这个25分拿18 其实已经很赞了 但舍姐希望你啊 在高二的时候 咱们继续 把圣语的作文学了 把读后续写 接着给不同的话题类型 也都给舍姐练了 舍姐期待着你 40分的作文 咱争取拿到36到38 你不要觉得这事不可能 因为舍姐之严带的学生 都能给舍姐拿到这个分数 那都能做到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好了 那么接着往下来 其实再表演一下 我们田子老师班的雅婷 雅婷应该在吧 我刚刚有点到雅婷的名字 从4月份的55.5分 上升到了82.5分 各位保姆们看看 我们进步了将近30分的 然后在我们班的总成绩排名 也上升了 4月份的时候 英语是全班倒数 全班倒数第二是吧 然后这一次又有好多人 都在我后边是吧 舍姐都能感到雅婷的这个开心啊 成绩不仅有进步了 而且你的排名有进步了 其实这件事情更加的客观 然后接下来呢 舍姐给大家播放一下 我们杨婷老师班的 子晴给大家带来的才艺啊 钢琴表演 然后一会儿舍姐说一下 我下一个课间 我要给咱们的宝泽 稍微分析一下 今年的高考的一个情况啊 一会儿下一个课间 是给大家讲啊 然后大家先听一下 我们子晴同学 给大家准备的啊 我们的钢琴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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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点不远啊 离你超级 你们马上就是新高二的同学了 是吧 马上弟弟妹们就要来到你们学校了 是吧 就是新高一的了 是吧 时间真的超快 你看你马上新高二了 然后你就是学校的高三的学生了 再来 金红说 老师我好好奇舍姐的这个日常啊 天天在公司备课 周末上课 是吧 下班回家带孩子 是吧 然后偶尔呢 自己去这个打球 自己休息的时间去打个球 自己休息时间去跳个拉丁 高考已经结束了 我们现在就是准高二了 阿森你说的特别对 你们现在就是已经高二的学生了 来吧 谁收了啊 回来继续给各位保姓们讲解啊 打回来 那么接下来呢 是要给大家进行立正题的这个讲解 明年咱就有高三了 是吧 明年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下一届的高三 在上一届的高三完事之后 你们立马就是准高三的学生 时间过得真的超级快啊 超级快 来 接下来呢 是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立正题啊 立正题呢 它相比于其他的题型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吧 然后它的题目的问法呢 通常比如说 问你这个例子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作者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例子呢 作者提到它是要干嘛呢 是吧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个例子在这篇文章当中 它的作用是啥呢 这种都是属于立正题 它的题干当中 通常会有这样的词 example case nation function 有这样的词出现啊 那么例子它和目的 这种出现 老师它有干嘛用的呢 是吧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啊 它是为了证明 例子前面的那个观点 就我们在中文当中 这个例子 它就是个论据 论据的作用 一定是 为了干嘛 证明论点呢 对吧 而少数的啊 那个论点 会在例子之后 我们看到的 大多数的情况 都是我们先出论点 然后再上论据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为了证明 例子前面的那个 一些观点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为了解释 某一个概念 或者是某一个理论 我给你举个例子 对吧 我为啥给你放例子啊 那我再解释 前面那个概念啊 对吧 在前面那个理论呢 另外就是为了 引出话题 作者为什么要提到 这个人某一年的 具体这个事情呢 他就是为了 引出话题 尤其是啊 把这个例子 放在文章的第一段 他就是为了 引出后边这个话题的 所以我们在做 这种题的时候 大家一样 记住啊 就是我们定位例子 你的目标 是给老师找到 这个例子 他所出的这个作用 是啥 是为了证明论点 是为了解释概念 还是为了引出话题的 这一页来给学姐 迅速截个屏 然后屏论区里 给我刷拨数字6 截屏刷拨数字6啊 严林说 我现在出去买奶茶 还会被当成小朋友 你马上就是高二的姐姐了 那马上咱们就在校园里 会看到那些初三的上来的宝宝们 是吧 好嘞 来吧 那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题目呢是 这告证题哦 What attracted the early settlers to New York City 说是什么吸引了早期的那些 settlers 这个词是要说一下啊 settle 本身作为动词 它是定居的意思 那后面给我加上了一个R 是吧 比如说那个teacher 是吧 teach后面加上一R 教的人 那就是老师 对吧 来定居的人 它就叫做定居者 是什么吸引了早期的定居者 来到我们这个纽约城市呢 来回到原文当中 去给谁给谁找 定居的人 纽约市 在原文当中第一段就出现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如果想解这道题的话 我们只看这个单词所出现的句子 其他的我们先不看 舍姐清楚吗 就优先看它 然后我们看这个句子 你会发现这是两个句子 然后这两个句子里头 它出现了个什么词呢 叫做for example 给舍姐看到了吗 for example for example它是个例子 是不是个举例在这 那既然是例子 咱作为重点看不 不用 因为例子的作用 它就是为了证明前面的那个论点 对不对 我们跳过例子看结论 对不对 我们这里头例子不看 我们去看我们的论点到底是啥 所以那么论点 其实就是这个句前面这了 李老师除非前面这个句子 它不是个论点 那你再给老师往后去看 谁解释清楚吗 因为我们在写这个文章的时候 大多数的情况下 论点都在前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外刊 外国人写的 外国人写的 外国人写东西 他最愿意简单明了 上来直接抛论点 他不像我们中国人写 比如说我先给你 这个一顿寒暄 拐弯抹角的 是吧 我们讲求的是一个违反 然后再说 外国人特别直 就直给 你先说你要干啥 然后你就给我说别的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整个这个句子的一个核心正点 就应该是去看两个句当中的前面那个句子 就看他就行 除非这句解不了题 老师解得清楚了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 给老师迅速扫野 叫做 people 人们定居 人们定居和提干当中的叫做定居者 他俩是不是同意替换 他们定居到这些地方 because because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因为 因为啥 这是原因吧 咱提干问的是什么吸引了他们 所以这一句 because后面就应该是答案关键句 because they are easy to get to 很容易到达 and naturally suited to communication and trade 来吧 师姐不说了 你们给师姐进行一下选择 先说一下 N选项叫做商业文化 2B选项 比较少的人口 C选项叫做 it's geographical position 叫做地理位置 最后4D选项 climate 宜人的气候 favorable climate 来做起 这三份啊 C选项 geographical 这个单词 可能有些特别不认识 地理的 里奥非常好 这是咱们的高考真体哦 各位宝子们 巨红说 距离我们高考只有728天了 最轻松的年级过去了 高一 但是高二的时候 你会看啊 其实班里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很多同学放弃英语了 比如说放弃英语了 可能很多其他的学科 他也放弃了 就相当于整个高二 就是真的是温水煮青吧 就浑浑噩噩 高一的新鲜感也没有了 然后高三的那种紧迫感呢 还没来 整个这高二这一年 就很容易被耽误 之前说老师 trade这个单词 他不是贸易吗 是的哦 是的 来吧 舍姐收了啊 正确率是60% 实际解释一下 照题 我们正确答案呢 选择的是C选项 你说老舍姐 trade这个单词 比如说直选刚问了 说老师 他不是贸易吗 既然是贸易对应的不就是business吗 business culture 商业文化 我们看一下这个句子说的是啥啊 因为他们 这个他们指代的是谁 前面所出现的名词附属吧 他们很容易到达 就是指这些地方很容易到 为啥要定居这个地系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很容易到 那就天然的适合交流和贸易 所以核心是在跟你聊交流贸易 还是核心是因为他这个地方很容易到达 哪个才是重点 哪个还是重点 他一定是因为你这地方很容易到达 所以自然而然呢 他慢慢的就适合交流 慢慢的就适合贸易了 是解释清楚吗 惠美非常棒 所以这道题咱们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C选项 叫做geographical position 地理位置 后面是有贸易 但是它是因为前面那个地理位置 导致的后面所出现的这个情况 所以不能说老师我看到了贸易 这道题我就直接想选business 行不行 不行 这道题给各位保姆们搞定了 接下来呢是要给大家讲这个词 叫做geographical 叫做地理的 它是一个熊词 然后这个单词的名词形式 大家要给老师记得去 geography 地理 这就是我们的地理这个学科 是吧 有选地理的吗 有选地理的吗 楚雄说舍姐 那高二的那个省略剧 我根本就学不懂 你没事你有舍姐呢 你有我呢 舍姐保你能听懂 有好多同学选地理的 是吧 在这儿大文宗 是吧 老师知道有一些同学呢 是这个 三加三 是吧 然后有的 那几个科可以自己选 然后有的同学呢 还是文科理科 这么分的 比如说正式地 是吧 物化生物 还这么分的 大家所在城市不一样 最后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月底要合格考 是吧 高二的地理有点小男 老师希望大家一定要跟老师抓紧这个机会 尤其是高二在其他同学松懈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 在他们不知道应该干点啥 在那煮青蛙的时候 你们一定给舍姐抓紧时间 一定抓紧时间 好吧 舍姐说一下 紧接着到我们的下一道题 题目问的是河南郑州五中的学校题 Why did the author mention a little child in the first paragraph 说为啥啊 这个作者要在第一段的时候提到那小孩呢 来吧 第一段这小孩给老师抓出来 第一段有两个地方提到这个小孩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优先看这个小孩所在的这个句子 对不对 好了 来各位宝子们 你们告诉舍姐 你们看到啥了 你们看到啥了 这个单词出现在句首应该翻译成什么 这个单词出现在句首应该翻译成什么 还有印象吗 漂亮 我刚刚还有在强调哦 我刚刚还在强调 你不要把它给我翻译成当 你不要把它给我翻译成然而 那我就白讲了啊 漂亮 舍姐它是虽然的意思 默然 非常棒啊 舍姐刚刚还表扬了默然 是吧 特别好 舍姐 虽然 天博 星辰 倩庭 玉凯 星辰再评论区里 重新再给舍姐打一下啊 放在聚首 我们通常是把它翻译成 虽然 那么虽然 这一部分是不是虽然 这一部分 逗号后面是不是但是 重点是啥 重点是但是这部分 虽然不作为重点 老师说清楚了吗 那这个句子老师给大家看一下啊 叫做 虽然哦 四边的那种栅栏 围栏 这个栅栏围栏 后面由net所引导的 是一个定语重句 是个定语重句哦 separate 第一个位语 may not 这是第二个位语 我们画重句 稍微复习一下啊 从连接词开始 画到第二个位语中词出现之前 如永之老师 人家前面有位语了 那咱画的话 咱直接楼到句末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呢 他画面还有位语 所以我们画到第二个位语词之前 四边的栅栏 什么样的栅栏呢 把这个泳池和这个房子和后院 分开的这种栅栏啊 可能 不是那么好看 哎 这种四边栅栏 可能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 孩子们 逆水 会更丑 所以整段这个核心 在给你讲啥呢 就你围着上四边 给它隔开 你会感觉啊 这看得太丑了 但是如果相比于孩子逆水 那可能就更丑了 对吧 孩子逆水这事是更丑的 比那栅栏又丑多了 所以他在跟你强调什么呢 来吧 舌舌不说了 那为啥要提这个例子呢 直接虽然 但是给你引出来了 A为了展示泳池的危险 2B选项 要讲述一个伤心的故事 C选项 要吸引泳池的拥有者 4D选项 要describe 这个单词的意思 要描述 他的糟糕的行为 走起 三分啊 别学政治 你会疯是吧 亚昆好的 想着赶紧看回放啊 尤其是在期末考试之前 给师姐看完了 亚昆 听到没有 师姐等你好消息啊 就是让舌舌劝你们 你会上大学别学英语 是吧 自己学啥 就不推荐别人学啥 是吧 正知WiFiDS了 正好题错的有点多呀 正确率只有一半啊 50% 来 谁收了啊 3 2 1 来吧 正好题正确答案 我们选择的就是A选项 为了展示我们这个泳池的危险 是吧 如果你不用这个四边栅栏 给它隔开 那么孩子就更有可能溺水 你隔开了呢 会让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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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泳池看起来很丑 对吧 但是会好过 孩子们在这里溺水 所以答案选择了A 然后刚刚有同学 给老师选择的私地选项是啥呢 叫做 为了描述他的糟糕的行为 他怎么糟糕的行为了 是他表现不好了 是吧 他是把那个四边泳池给你踢倒了 还是怎么的呢 哪说他行为很糟糕了 那孩子溺水 不是孩子发出来的行为 谁得解释清楚了吗 孩子溺水 这是导致的结果 所以为什么不选私地理解了吗 来理解了 评论区里 给谁刷拨 数字 零 我在想到一下 刚有同学 选择私地选项 描述了他的糟糕的行为 糟糕的行为 是指这个孩子做出来这个事情不好 对吧 比如说他把人的栅栏给踢了 是吧 他把人的小孩给踹了 对吧 这叫糟糕的行为 对不对 他往人泳池里尿尿 是不是 这叫糟糕的行为 这里都有提 他只提到了孩子溺水 孩子溺水 是孩子导致的这个结果 不是他的糟糕的行为 搞定了 好了 那么实际把我们的这个 第一part的 关于我们的阅读技巧 这个部分 给大家总结一下 给大家讲了细节题 那么细节题 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需要读化定理 图意改写 在这里面还涉及到了 老师给大家讲解读的几题方法 这个跳读例子 看结论 跳读虽然 看但是 除此之外呢 老师还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猜词题 猜代词的题 只带信息往前看 猜词词 那我们要复现正反和搭配 如果是例证题 那我们通过定位它的例子 去找它的作用 作用一般有三个 为了证明它的观点 为了解释这个概念 或者是为了引出话题 那么接下来呢 实际给大家准备的是 我们这一篇完整的 绿读理解的这个讲解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是咱们2022届广东省 深圳市六校 2022届高三上去期 第一次连考试题 你说舍姐我刚高一 你就要带我做高三的题了 舍姐不仅带你做高三的题 我还带你做 什么呢 高考真题呢 舍姐说了 你跟着舍姐 咱就从高一开始 就不怕 高一开始就不怕 一会舍姐 下一个课节 我会给大家讲 比如说今年高有真题当中 出现的哪些知识点的考法 那都是舍姐给你讲过的 舍姐真的希望你们要是 这次考试 你们去跟舍姐去考一下 那些题你看到之后 你会非常的兴奋 来吧 那么这篇文章 我说一下 它肯定不是A篇 那既然不是A篇 舍姐说了 就应该先干嘛 不是A篇就应该先干嘛 不是哦 西服特别棒 罗金没毛病 上来先问舍姐 舍姐你这是A篇不 不是 不是A篇就要确定 他的主旨到底是啥 所以我们要看他的首尾 非常棒啊 小军 锦仪 倩庭 小雅 老师看首尾段 首尾看开头和结尾 每天博说的对 给舍姐把这个问号 给我改成感叹号啊 自信一点 我们要确定他的主旨 讲的是啥 对 然后看一下手段 我天哪 老师呀 这手段也太强了吧 是吧 这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 不需要咱们 从头到头去看 比如说他的手句 在这跟你聊的叫做 According to 一直到这 这就是废的 你看他干嘛 删了就行了 你管他根据哪出来的呢 对吧 除非人家提干 问你是根据谁得出来的 对吧 你去给我找根据后边这个数据去 人家没问 你不要我看他 就好比是谁说 是吧 我重点看的是他说的内容 对吧 如果问我是谁说 我再去看 他的主语是谁 是谁发出来说 这个动作的 所以核心呢 我们把这部分先给他删掉 接下来呢 是不是 反应的内容就少了 对吧 来先说 Facial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这个单词老师给大家讲过 Recognize 它是我们的高考高评词 认出 识别 认可 有印象吗 高考三个意思 有印象 评论区里数字三 给谁刷起来 认出 识别 认可 有印象是吧 面部识别 这个算法 算法这个词 人家知道你不会 人家给你标上了 对吧 面部识别的这个算法 Getting Better 变得更好了 哪方面更好呢 At Recognizing 这是动词 这是名词 在识别这个脸 什么情况下 识别这个脸呢 In masks 戴口罩这种情况下 去识别你的脸 这种算法 变得越来越好了 就比如说 咱们人脸识别 原来得把口罩摘下来 是吧 现在不用摘口罩了 我戴着口罩 它都能进行识别 这种算法 是变得越来越好的了 好了 那么接着往下来 我们看后边这个句子 跟大家聊的是啥 Using Independent Testing 使用独立的测试 什么样的测试 借词加名词 大家还记得吗 相当于是个什么词 借加名 相当于是什么词 它不是我们的主干信息 使用这个独立的测试 好的 飞轩去吧 想着一定要看回放啊 想着一定要看回放 干得漂亮 使用词啊 借庭你给学生的资讯一点啊 建交非常棒 杨佳 星辰 天博 非常好 相当于是个形容词 使用这个独立的测试 你要想知道 是什么样的独立的测试呢 你要非常知道里头具体内容 你再给老师去看后面 是一字形容吗 有150多个独立的人脸识别算法 就使用这样的独立测试 那具体测试内容你可以不用看 然后在这里 using 又是个太监 动作发出者是谁 评论区里给我敲出来 手字母 动作发出者是谁 手字母给我敲出来 特别好 建交啊 小手速度超级快啊 石林 非常棒 楚雄 是谁 是谁 这是属于谁给大家讲的飞味语 这不是飞味吗 那这个句子是不是有逗号的情况下 有逗号的情况下 在拒手挖矿 这不using在拒手吗 所以它的动作发出者 应该是逗号后边的这个名词 逗号后边这个名词是谁呀 the new report 使用独立的测试 谁使用独立的测试啊 新的报告 使用了独立的测试 suggest 表明 结论句啊 表明了什么内容呢 masks 口罩 may not be as big a problem for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s as initially thought 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对于面部识别算法来说 就像以前所认为的一样 就是说现在 有没有以前认为的那么难了 那是个大事了 没有 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 面部识别这件事情很难 但是现在这个 新的报告表明 面部识别不像以前了 问题那么大 说不定这个东西它应该咋的了 有所改善了 所以解释清楚了吗 好 那这是我们通过读手段的 第一句和第二句 得出来的答案 有一些我们作为重点去读 有一些我们给它删掉 比如说根据啥 对吧 比如说什么样的测试 这都不作为重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尾段 尾段 哎呦我的天哪 这也太长了 这非常的广东 非常的广东 非常的浙江 是吧 长 那怎么办 这种情况下谁说 我如果想知道这一段的核心讲的是啥 那我一定优先读这一段的首句加这一段的尾句 首句抓出来 尾句来迅速扫一眼 哎这个尾句里头它还有一个转折呢 所以首尾才是我们要读的一个重点信息 The author's note 这个读者说了啊 这个作者说了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to the study 这个作者注意到 有非常多的limitation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限制 这项研究 它还是有一些限制的 这项研究 它还是有一些限制 局限性 但是呢 转折之后说了 pastors 测试者 他们也表明了啊 performance 表现 valued 这个词的原型 valued 动词叫做变化 这个表现的变化啊 considerably considerable 是给大家讲过相当大的 相当多的啊 大多数情况下 是取决于 dependent 取决于 什么呢 how high the mask was placed on the face 这取决于你的口罩 在你的脸上 被放置的到底有多高 比如说有人戴口罩 是吧 鼻子露出来 这样是的 有人戴口罩呢 放下巴的一些 是吧 当收敛的 是吧 有的就捂得 严严实实的 在眼睛底下 所以 他的这个表现 是不同的 那这大多数情况下 是取决于你这个口罩 在脸上 他所放的这个高度 谁知道清楚了吗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把他的首尾 给大家穿一下 看他讲的具体内容 大概是啥 就是人脸识别 这个算法 越来越好了 是吧 然后 这个还进行了 独立测试 口罩这个问题 对于 以前来说 可能挺难 但是现在呢 其实简单多了 然后作者呢 还指出 这个研究 它是有一些局限性的 你戴口罩 去识别的 这种情况下 识别的好 还是不好 它是取决于 你口罩脸上 这个位置的 在脸上这个位置 所以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 人脸识别 这算法 越来越好了 但是作者也说了 这里头是有啥 有局限性的 那其实 其实有一点小bug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主旨 来主旨没有问题了 评论区里 给舍姐刷 主旨二字 主旨二字 跟上舍姐的逻辑了吗 静文说舍姐 要是首尾段 有一些不太明白 怎么办 比如说 有些单词不认识 没关系 你能给舍姐 读一个大概就行了 不用说老师 我得逐词逐句 我哪一个都得认识 你能知道一个大概 他逐指讲的内容 是什么就可以了 就知道大概就行了 来吧 那我们回头看一下 下面这个题 就说 People use to think use to do 我想问一下大家 什么意思 你要是给老师翻译成 使用什么 去做什么 你就错了 咱这题干 没法看了 咱这题干 就没法看了 诶 西部说老师 那是不是被用来做呀 习惯于呀 过去尝尝啊 是吧 我就知道 大家在这个位置 会出现问题 舍姐再拿出来 给大家说一下 先说use to do 我教一下大家 怎么去记 有些东西 可能都给老师忘了 还有be used to do in 还有be used to do 怎么去记啊 师姐说一下 use to do 你发现这个单词 上来就是use 这个单词的过去式 上来就是过去 所以它翻译成 叫做过去常常 我先说一下 你这个be 你用哪个 你得取决于 到时候你所选的 这个实态 对不对 但是use the 不是 人家长得就这样 是说清楚了吗 所以上来就是 以过去开头 那就叫做过去常常 然后这俩的区别 在于哪呢 就后边这个词 一个是do in 一个是度 do in 这个单词 是不是表示一直做 一直做 就是习惯于 我希望 我希望今天老师 给大家讲解完之后 你们不要再混了 那剩余的这个 就是一个正常的 被动语态的结构 叫做被用来做 被用来做 能给谁也记住了吗 我再强调一下 上来这个单词 就是以动词 过去式出现的 那就叫过去 过去 过去常常 然后剩余的区别 一个是do in 一个是do do in表示一直做 是吧 进行当中嘛 对不对 那一直做 就说明就是习惯性了 习惯于 那么剩余的另外一个 就叫做被用来做 所以这道题 你们先给小姐 截个屏哦 截完屏 屏的距离过 刷播数字五 截屏刷播数字五 经常信的 对 好嘞 那我们回头看这一题 你要上来给谁也翻译成 人们被用来做 完了 这题错了 就没法读了 翻译的完全不对 人们习惯于 习惯于表示一直做 你后边得有do in 而且你得是be 对吧 be use to do in 所以这个单词上来 就是use得过去 所以人们过去常常认为 人脸识别 有这个面部算法 这种人脸识别是怎样的呢 回到原本当中 去给老师定位 面部识别 面部识别 找一下 还有人戴口罩 这个事情 在原文当中 第一段 看见了吗 正好是咱们读手段的时候 刚翻译过的 所以咱就把这句 拿出来就得了 口罩 可能没有 对于人脸识别系统来说 不像以前一样 是个大问题了 那人们过去认为 戴口罩 人脸识别 是怎样的呢 来 我先说一下 下面这几个选项 这个词汇 这个表明 这就是个结论 是冒险的 是有挑战的 是有效的 是值得多做的 走请 一会看一下 大家这四道题 你们能给谁 对几个 广东的题 超大 这题考的 就是个形容词 ABCD全都是形容词 那咱原本当中 有形容词的 不就是big吗 对一个了 是吧 会你广东的get了 是吧 广东的孩子 做广东的题 get到了 是吧 非常好 三 二 一 谁在说了 这道题正确答案 我们选择的就是 二比学校 因为老师刚给大家翻译 这个句子了 他是觉得 口罩这个问题 现在不是大问题了 不是大问题 那以前人们认为 他就是个啥 就是个大问题了呗 那既然是大问题 和big a big problem 同一题换 是哪个词 challenging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对你来说是个大事 那就为啥觉得 是个大事呢 因为太难做了 所以是具有挑战性的 而有效 无效 在原文当中 根本就没有提 他在修饰这个问题 大或者不大 设计词清楚了吗 那就是这个问题 是到底有没有挑战性 哦 那在这里呢 是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词汇啊 这里面有一个词 大家可能不认识 就是initially 这个单词的意思 叫做最初的 叫做最初的 它是一个副词 开始 最初 然后设计说一下 这个单词 initial 这是它的写文词 作为写文词 它叫做开始的 开始的 它作为名词 我们把它说成首字母 名词就是首字母 为啥 因为init 这个单词 这个词根 本身就是开始的意思 它的词根就要开始 那initial 以al结尾 通常都是个写文词 就是开始的 那那个就是副词 这个词给世界迅速 结个评 然后评论去力 我刷拨数字 e oh get了 是吧 填薄非常棒啊 s 世界看到你了 e给世界刷起来了吗 好了 接着往下来啊 接着往后回来啊 第二题 题目问的是 花线这个单词 在第三段 啥意思 啥词 猜词 什么题 猜词题 对不对 猜词 它让你猜的 又不是代词 让你猜的是个识词 对不对 那么怎么做 复现正反和相关 回到云门当中 去把这个词 给我抓出来 熊出去了 蛇姐 这是熊出没吧 然后给谁找呢 蛇姐下面寻项当中 哪一个代表的是 熊出没呢 是吧 这里头没有熊出没呀 是吧 那怎么办 来我们回到云门当中 把这个单词 给它找出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 是不是应该只看 这个单词 所出现这个句子 对吧 大家看这儿 这个什么玩意儿 什么 bears out this claim 熊出 这个啥 老师 这个啥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this claim 这个 这个是啥 咱不知道 对吧 然后你这儿给我放了一个动词 然后你说动词后边宾语 接的是这个 我要需要知道这个动词的意思 那我得先知道我这个宾语是啥吧 对不对 所以 this claim 我如果想知道它是啥 我去哪找 西夫说 蛇姐这个单词是冷静的吧 不 冷静的是calm 这个词 它俩长不一样 但是很相像 一个是claim 一个是come 看到了吗 所以往哪找 我看前面还是看后面 我想推出这个单词 后边这个单词搭配 然后我猜出它的意思 对不对 那后边这个搭配 它给我整了个代词 我往哪找 熊出了 but no 往前找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往前看 前面就是这个 报告 所说的一个具体内容 那我们就看这个报告的具体内容咯 这个句子比较长 所以给大家拿出来啊 特别的广东 是吧 来我们看一下啊 广东最近那个 划船那个事啊 还是挺火的啊 我真的太喜欢广东了 我觉得太劫地气了 是吧 Some developers 一些发展者们啊 have submitted 递交了 这个词人单员们给了 算吧 这些开发者们啊 他们递交了一些算法 after 啥时候递交的 pandemic 疫情之后递交的 那你递交这个算法 这是啥 这就是一个状语 而且它是一个时间状语 疫情之后 是吧 时间状语 这个算法表明 看见了吗 这是飞味语吧 动作发出者是谁 没有逗号的情况下 是空气挨着它的那个名词 可是人家挨着名词 这是个啥 这是个状语 所以应该是指啥 这个算法 算法表明 是吧 significantly 这个单词的意思 就是大大的 重要的是吧 改善了 improved 改善了它的什么 accuracy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 精确性 准确性 精确性 准确性 就是一些开发者们 他们提交的这个算法 表明 他们大大的改善了 它的精确性 准确性 and 现在是啥呢 在所有的测试当中 是吧 都在执行 就是这个东西 它非常的准 非常的精确 是吧 非常的准 反正这个核心 就是在给你聊啥呢 算法的准确性 这一段 就我们知道个大概就行了 改善了它的准确性 然后呢 往下来 你说老师 那它这个 claim值的就是准确性 对吧 那你说这个 怎么的准确性呢 它是支持这个准确性呢 还是反对这个准确性呢 这个词它是正的呢 它还是负的呢 老师 我还是没读出来 这时候杂证 如果真的遇到啊 这么恶心的啊 各位宝子们 给舍姐往后看 给舍姐往后看 往后来 下面这个句子 咱看能不能推出来 八个不同的算法 现在 持有错误的比率 是低于 百分之 零点零五的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这一句 是不是在验证 刚刚那个准确性 它跟你聊的这么具体 跟你聊了八个算法当中 然后它的这个错误率 是低于零点零五的 所以这个句子 还是在跟大家聊什么 聊它的准确性 哦 这说准确 这也说准确 两个句子之间 又没有转折 所以应该是咋的 怎么准确性呢 真香的 对 那么下面选项 这里有词 可能大家有一些 不认识的 大家要给舍姐姐听 confirm 证实 确认 dismiss 解散 investgate 调查 contradict 反驳 走起 很有难度的题啊 造题我给一个十分吧 尼科非常棒 金红双 广东接地气 没有用 它的题 也得弄得简单一点 广东是参加新高考的嘛 而且广东竞争这么激烈 广东可是高考大省啊 各位宝子们 你只要在高考大省里头 你就必须得给舍姐卷起来 没啥别的可说的 必须得卷 因为不管这一届的题 出的难 我老师 这一届的题 出的简单 你不用care这个事 因为如果这题出难了 对于所有人来说 它都难 这题要是出简单了 对于所有人 它都简单 所以重点 你要给舍姐 在你们省里 给我站住 排名 这才是最重要的 山东竞争也好激烈 那舍姐知道 那相当激烈了 是吧 那些大省都很激烈 来 舍姐说一下 非常好 这道题对于大家来说 比较有难度的是啥 词汇 因为老师下面选项这些词 我可能都不认识 这题啊 谁给大家拿的 是高三的题 确实是有难度的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给老师 整理就可以了 浙江 江苏 湖南 东极 都是高考大省 如果是高考小省 咱可能也不能汇聚到舍姐的班级了 是吧 就是人竞争太激烈 老师我必须把分给他提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要题 前面跟你说准确性 后面也在跟你说准确性 中间没有任何的转折 所以这个单词 就应该是雄出来干啥 证实这个声称声明 它在证实这个准确性 对吧 所以在这儿 确认 所以bear out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确认 雄出来确认一下 当然跟那没有关系 在这里呢 实际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词叫做contradate 它的意思叫做反驳 反驳 来设计说一下 先说contra这个单词 这个前诀 本身就是相反的意思 相反 反对 然后dict这个单词 它就是说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词典 dictionary 是吧 其实这不就从它来的吗 就字典 能够说出来东西的 是吧 和你说的正好是相反的 所以我就是在反驳你 反驳你 dict 这就是说 就这么来的 能说出东西的那个东西 就是词典 字典 然后我要反对 你所说的 那就是反驳的意思 来给尸体迅速 节评 评论区里给我刷过 数字二 一会课间 尸体要给大家讲解一下 关于我们高考的情况 老师希望大家给我好好听 别觉得大家是高一 老师我不用关注 你太需要关注了 等你高三在关注的时候 晚了 各位保重 所有人都卯足进了学 所以高二的时候一定要给舍姐充分利用起来 高二 高三那个紧迫性 没来呢 那老放松了 是吧 高一的新鲜感都过了 所以高二这个阶段 真的特别容易超过别人 把这个成绩给我立住了 高三的时候 稳打稳扎 好了 接下来呢 是给大家讲第三题了 第三题题目的是 从最后一段 我们能够推出啥 最后一段 各位宝子们 咱读过呀 对不对 咱上来读首尾的时候 咱们就确定过 尾段说的是啥 说它有一些局限性 还记得吗 说它有局限性 然后说 它的表现是要取决于 你口罩放的位置的高和低 对不对 所以从最后一段 咱能推出啥呢 A选项 研究 Due to 因为它的局限性 是没有价值的 little 比较否定 a little 是比较一点的意思 二变选项 这个方式 戴口罩的方式 它会影响你的识别的准确度 私底选项 口罩的类型 对于面部识别 没有影响 私底选项 调查者们采取了真正的 口罩 去来确保它的这个准确性 哎呦我的天呦 这私底选项 我这个发医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翻译不下去了 太假了 惠敏说老师 这一题和我们考的嘎嘎像 是吧 嘉玲说 说的就是我 温水煮青蛙 高一其实还行 因为高一大家上了 刚上来都想好好学 而且刚上高中 对吧 还挺新鲜的 高二的时候 你看你们班的状态 严重凑数是吧 我都不想翻译他了 严昊说老师 我已经加三了 说明严昊对了三道题了 是不是 非常好啊 哎呦福了都干什么 老师我现在已经开始温水煮青蛙了 我觉得你没有 你既然在听舍姐这个课程 你在报班学习 是跟大家说 说明你自己是有意识 老师我要学习的 你还没有放弃你自己 所以如果没有报老师的课的同学呢 我觉得可能没有这想法 但是你在老师现在这个班级里呢 你一定是想学习的人 你一定是想学习的人 来吧 舍姐说一下 好多同学给老师选择了A选项 老师说一下 因为有局限性 所以这个研究就没意义了吗 你给舍姐夸大了 这个研究人家说没意义了吗 人家有改善 但是不能因为它有一些局限性 也就否定了它存在的意义 那舍姐身上也有缺点 那舍姐就 没意义了吗 我活着就没意义了吗 对不对 我肯定也有我自己的意义 是吧 天生我才必有用 对不对 所以这个研究也是 不能因为它有一些它的局限性 那我们就说 这个研究就没有意义了 就是研究可以继续再完善的 对不对 文章当中他也说了 这个算法变得越来越好了 虽然也有一些局限性 不是指出它有一些小bug吗 但是没有否定它存在的意义 所以A选项绝对不能给舍姐选 舍姐解释清楚了吗 好 二B选项 戴口罩的方式会影响你算法的准确度 诶 看是不是 它的表现取决于你口罩所在的位置 那不就是戴口罩的方式吗 你要戴到这 戴这 戴这 它最后的准确度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怎样清楚吗 所以答案就是二B选项 C选项 口罩类型 谁跟你聊口罩类型了 是聊口罩放的高低 有没有说我这个口罩是卡哇伊的 是吧 我这口罩是这种易用类型的 是吧 聊了没 没聊的四B选项我更不想说了 谁解释清楚了吗 好了 来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一道题 最后的题问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干了啥 文章的目的其实就是主旨啊 主旨我们在首尾的时候就已经读过 人脸识别算法好哇 但是有一些小霸格呀 是不是 所以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干嘛 A 介绍一下人脸识别的改善 你就得以提高了 是吧 二B选项 促进一下人脸识别的应用 C选项 给不同的人脸识别算法 advertise 打广告 四D选项 去除人们对于面部算法的误解 misunderstanding是吧 来吧 走起 慧敏说 舍姐如果考试的时候 你不给我翻译 我就很容易选错 所以老是说 逻辑舍姐教你 下去之后 该背的单词 咱还是要背的 舍姐教你清楚了吗 慧敏说 呀 我对四道题了 是吧 这道题做完之后 就可以把数字给舍姐敲在评程区里了 对了几个 十分拿到了几分啊 一道题2.5啊 四个西服 是吧 可以啊 三个啊 三个也已经很不错了 舍姐带你们现在做的 这毕竟是高三的题 而且是广东的题 还是很有难度的啊 没了吗 对 就四道题 三个 四个 科瑞 很好啊 不错 好开心啊 来 谁说一下吧 这要题正题答案 我们选择就是A选项 因为上来人家说了 这个东西越来越好了 这也在说好 对吧 只是有一些小的局限性 只是有一些小bug 所以这篇文章 还是在跟你说 人脸识别 它得到了一些改善 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好了 然后刚刚也有同学说 老师 我选择4D选项吗 去除人们的误解 人们怎么误解它了 在哪提到人们误解它了 没有 说解清楚了吗 我上瘾了还想继续做啊 这个打广告就去跑片了 人家哪子 让你们在那那个投资一下打广告啊 促进一下它的应用 这个东西一直在应用啊 只是说它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它有所改善了 它有的时候你戴的口罩 是吧 这个原来是戴口罩 就可能没法识别 现在你戴着 原来是戴着口罩 没法识别 现在是你戴着口罩 也可能会提高它的准确性了 它弄得越来越好了 好 那这四道题呢 是也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整个这篇文章呢 其实词不是特别多 两百六十个词 但是这篇文章里的词 还是比较难的 按照老师刚给大家讲的 整个的解题逻辑 哪些该读 哪些不该读 其实和你同学相比 老师算了一下啊 我们实际只读了八十五个字 实际只读了八十五个字 是你同学的三分之一吧 对吧 所以同样一篇文章 你可以在做的时候 就非常浪费时间 读的越多越有可能做错 还有这篇呢 实际上在这里面 给大家讲了五个高频词 然后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舍姐回来 再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听力 然后这个课间呢 如果大家说 老师我有点累了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你可以休息 为啥 因为这个课间 是舍姐自己加的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就是我觉得各位宝字们 你们应该了解高考 所以舍姐额外 给大家讲了一些东西 我这课不讲行不行 行是吧 B就最后一节课了 但是舍姐选择了讲 就是我希望能够 让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你马上就要高二了 如果这部分大家说 老师不想听 那你可以先退出 十分钟之后 给自己回来就可以了 今年咱们全国 有1291万的考生 参加高考 大家知道去年多少万吗 就是你们说 去今年的这个人数 是增加的 还是减少的吧 你们觉得 今年这个人数 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是老师 从光明日报上 解下来的 你们有关注吗 这两天 如果有关注的话 特别好 惊鸿反应超快 天鹏说 舍姐增加了 我有看消息 增加了 去年没有这么多人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光明日报里的报道说 今年全国有1291万 考生报名币 去年增加了98万人 再创历史新高 啥意思 去年就已经是历史新高了 今年又新高了 谁也说清楚了吗 然后这边举例了 湖南的考生有没有 湖南高考报名人数 达到了68.4万人 比去年增加了2.9万人 四川省报考人数 达到了80万 两省报名人数 均创历史新高 以前就挺高了 又新高了 更高了 老师那去年多少人呢 我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 谁给大家找出来了 去年2022年 1193万人 今年1291万人 直接增加了98万人 哎呀 这人怎么这么多呀 可能出生人口 没有多那么多 为啥考试人多了呢 因为这里头有 超多的复读的学生 谁知道清楚了吗 有很多复读的 所以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今年没有考好 就复读 今年没有考好 就复读 所以复读的学生 可能非常多 舍姐姐清楚了吗 导致我们最后 总的整个 这个报名的人数 他也会往上升 舍姐清楚了吗 你说舍姐 那你给我看 那是全国的 那咱高考各省的 这个报名人数 是怎样的呢 来舍姐 让大家看一下 最新的 2023年的 今年的数据 舍姐现在去找了 还没有出现 我先让你们看一下 去年的 最新的数据 2022年的 全国是1193的 没有今年多 大家找一下 自己的省份 然后评论区里 把你的省份 所对应的那个 序号给我敲在里面 速度上占了太多了 真的是 那是 所以你不仅要跟你 应届的同学去竞争 你还有可能跟上届的 学科学姐去竞争 谁解释清楚了吗 找到自己的省份了吗 来你们看看河南 125万人 来你们给老师看看 四川 77 广东 咱刚说了 高口 大省 85.7万 山东 86.7 你们今年看的这个数 现在看的这个数 一定没有 2023年的人数多 因为今年 全国一共增加了 98万呢 一定平台到 各个省里的了 然后找一下 自己的省份 都找到了 是吧 老师没有福建呢 马上来 然后再看一下 另外的 另外的啊 老师福建在这呢 人少不少 21.8万人 是吧 辽宁 24.5万 看见了吗 上海 7万 北京 5.4万 新疆和西藏 大家可以看到啊 人数就稍微少一点了啊 新疆还是多的啊 21.86 西藏 3.2万人 青海 4.84万人 哎呀 大家对比一下 西藏 和 河南 连河南 那个零头都没有 是吧 看见了吗 所以人越多的省份 一定越卷 蛇子的胸肉 然后接下来呢 再让大家看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啥呢 本科录取率 本科录取率 找自己的省份 报名人数有多少 录取人数多少 本科录取率是多少 我不希望你们给我看 专科录取率 如果你现在就以为 以专科为你的 奋斗目标 咱们不用奋斗 谁解释清楚了吗 不用奋斗 你现在给蛇姐躺好了啊 就现在啥也不学 你肯定都能走一个专科 谁解释清楚了吗 你们一定把眼睛给我 盯到这个本科录取率 这个位置 找一下自己所在的 这个省份 本科录取率是多少 写在你的笔记本的前面 这个数据是 蛇姐单独给大家找的 你写在你自己的前面 这就是你努力的目标 你需要在你省里的排名 给我排到多少 你才能去读个本科 比如说老师 刚刚举个例子 刚我们刚说了 河南高口大省 是吧 125万人 你看见没 本科录取率只有41% 各位老子们 就是说你在你河南省 你不用管别人 老师 今天事段难了 今天事段简单了 不要给我管这些事情 你要给我管你在你所省的 省份排名 蛇姐说清楚了吗 你必须给我保到 你在省份排到前41 前41 否则你上不了本科 老师解释清楚了吗 你就直接上专科了 我奋斗了三年 最后我去了个专科 那其实蛇姐说 不用奋斗 不用奋斗 所以老师对于咱班的要求 老师你瞧不起专科 不是 老师真的希望把你能够 推到那个本科里去 对吧 咱同样读书 奋斗了十几年 对吧 咱能上本科 为啥不上本科呀 试试说清楚了吗 你们要点点脚 给我使劲往这个本科去 努力 说老师 我是天津的 天津看本科录取率 81% 我觉得在天津 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但你现在不用想了 来不及了 我现在能在哪个省份 我就把这个数 给我记下来 山东 36% 你在省里的排名 必须给我排到前36% 否则咱上不了本科了 老师仔清楚了吗 这里头还有复读的 所以你必须要给舍姐拼尽全力 去努力 在高二的时候 别给我放松啊 OK吗 老师你没找到我省份 来 在这呢 没有对应到自己省份的同学 来看这啊 这是本科录取率 这是本啊 这是砖 你别给舍姐记错了 看到了没有 宁夏的同学 内蒙的同学 看过来 广东的同学 48.47% 如果自己 各位同学们 所在的学校啊 老跟你说 老师在我们广东 还不错 是吧 你在你学校的排名 可以知道一个大概 就是我要在我的学校排名 给我进到前48% 老师现在学物理的 现在学物理的 我们年级 有一千人 选物理的有一千人 怎么我能上本科呢 你的排名在你学校 得给老师充到前480 能给谁记住吗 给我充到前480 你要是480以后 老跟你说 你很有可能就去专科了 你必须给我往前充 然后呢 你说老师 我学校 哎呀 在我们省里啊 太一般了 你给我记48% 这个数不行 你可能给我得往前去改 然后如果一个 更精准的数据啊 谁说一下 你想找的话 更准的一个数据 问你们学校老师 直接问你们学校老师 咱学校今年2023年 这届刚考完的 本科录取率是多少 学校都有 谁解释准了 老师 我学校有一千人 但我们学校 今年去本科的 只有200个人 只有200个人 考上了本科 那你们学校的本科 录取率就是20% 你现在在你们年级 你就给我盯准了 宝贝们 朝着前20% 去给我努力 你别给我记48%了 舍姐姐清楚了吗 刘老师我排300 排300不行 你学校本科率 就20% 能给舍姐弄清楚了吗 大说了 老师我们学校 一本录取率 90% 那漂亮啊 那说明你学校 教学质量一定非常高啊 对吧 某年的录取 这个成绩一定非常好 刘思志说老师 我得冲 前222才行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更准确的数字 去问你学校 因为具体某一个学校的本科录取率 老师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因为学校太多了 老师没有办法去问 我只能告诉你 你省份是多少 老师记得清楚吗 好 然后接着呢 刚给大家聊的是本科 现在我要跟大家聊一下 一本 一本录取率 老师 哎呀 我那个 我考不上呢 你给我自信一点 你现在说老师 我知道本科录取 分数线多少了 哎 老师我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在别的同学 高二温水煮青妈的时候 你提前的给老师 看清楚这个事实 你给我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大家可以找一下 自己省份的 一本录取率是多少 老师我有没有可能 在我这个省份 我给它冲上去 对吧 我好好努力 因为我还有两年的时间呢 对不对 我看我自己的成绩 现在又就是个本科 哎 对吧 那老师我接下来 我一定要在别人放松的情况下 我要努力往前冲 我描着一本去 对吧 我描着一本去 我最后没去成 我还能去二本呢 对不对 你别给老师描着专科去呀 老师说清楚了吗 然后这是一本录取率 大家可以找下来省份 你看广东 一本录取率是15.99% 也就是说你在你省里的排名 得给老师冲到前15去 还要看你学校怎么样 所以最后清楚了吗 然后如果没有找到自己所在的省份呢 后边还有啊 所以给大家列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考全国乙卷的 考全国甲卷的 你们 2025年的时候 全体新高考 除了新疆和西藏没有公布 还有自主命题的省份 所以最后清楚了吗 全体新高考 就不会有这个全国甲和乙了 所以解释清楚了吗 来 这儿理解了 评论区里给我刷一波 努力 努力二字给我刷起来 嘉欣说老师 我们学校一本录才20 一本录20很不错了 各个省的平均的一本录取率 也就是百分之十几 你学校一本录能达到百分之二十 就很棒了 很棒了 还不错的 金红 有没有这希望 你要给你自己 看你自己的努力 所以为啥老师跟大家说 这个东西原本应该是高三的孩子去关注 我如果带网界的高三的学生 我上来 我必须给他们讲这件事情 咱们现在是高一 谁给大家说 你完全有机会 因为其他同学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高二还玩上了呢 是吧 你们的老师盯紧了 OK了吗 好了 我来学姐继续给大家讲了 接着呢 剩余的第三部分 就是学姐要给大家讲的我们的听力这个板块 听力这个板块我也说了 然后 不要给老师说 哎呀老师 这个他那个印度英语 我不听了 你给我好好听 你给我好好听 因为现在考试的一个趋势就是 它不是那种标准的新闻联播的 主持人给你播的 这个英语 那个纯英纯美的 不一定了 然后这一节课呢 学姐给大家讲的是我们约会邀请类的词汇 需要各位宝子们给老师会的点呢 那就必须要加油了 是吧 S说了 还有两年怎么就没有机会呢 说太好了 如果你是高三的 老师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就过去了 对吧 你现在高一 高一马上期末考试了 舍姐早早的就让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你还不给舍姐有两年的时间 去给我好好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那你太不像话了 舍姐姐说清楚了吗 好了 Computer 计算机 Concert 音乐会 Download Load这个单词本身就是加载的意思 向下去加载 它就叫做下载 向上去加载 Upload 它就叫做上传 它就叫做上传 给大家写一下 Message 信息 Appointment 约会 Convenient 这个单词的意思叫做方便度 Program 向 Urgent 紧急的 Free 自由的 空闲的 Do some exercise 做运动 来 这也给舍姐姐评 然后评论区里给我刷播 666 没事我们还有机会的 我们就是啥 舍姐让你知道 我们有机会 那不要等到高三的时候 才意识到 那个问题 在别的同学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比较有远见 你知道这里面的事了 对不对 舍姐都给大家讲清楚了 然后你再给我努力 那真的是 大脸大的舍姐 对于旋转多少度了 是不是 好了 接着我下来 那么舍姐给大家讲了 我们的听力 做题的三步 看 标 听 看啥 提干 和选项 标出选项之间的差异 预判重点 就是我提前要知道 他是在问我地点 那么他在说地点的时候 我一定要认真听 然后人家问的是男的 那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标注出来 我重点听 那男的说了啥 然后听重点啥呢 比如说有转折的 比如说语气词 这些是需要各位宝兹们 给老师稍微注意 就像阅读理解一样 转折词汇 虽然但是 对吧 例子结论这种 一样在听力当中 去给老师引用 是吧 小疯子说的特别好 尘埃尚未落地 你我皆为黑 看着漂亮 来 说的特别好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条题 告证题 问你这男的 最开始的时候建议做啥 给老师听哦 人家说的是最开始的建议什么 Go into a concert 去音乐会 watching a movie 看电影 playing a computer game 听这三个关键词 实际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他让你最开始干的是啥事 what do the speakers decide to do 那些讲话人 他们最终决定干啥 这个问的是最开始干啥 最后决定干啥呢 visit Mike 去看Mac go boating 滑船去 滑船去 take a walk 走路 重点给谁也听 两道题答案选啥 听完 听完 评论区里直接给老师敲 两道题的答案 同时敲 来 走起 We've been on the computer all the time lately Why don't we do something different Sunday afternoon Well We could go to a concert But I don't think we can get the tickets this late Then What about playing a computer game There's a really cool new one we could download Hmm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I need to do some exercise We could probably just walk by the lake And I'll ask Mike to join us That sounds like fun Let's do it We've been on the computer all the time lately Why don't we do something different Sunday afternoon Well We could go to a concert But I don't think we can get the tickets this late Then What about playing a computer game There's a really cool new one We could download Hmm I don't know I feel like I need to do some exercise We could probably just walk by the lake And I'll ask Mike to join us That sounds like fun Let's do it Well Let's do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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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里面的词汇 它都有出现 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稍微给老师注意一下 我们第一道题 大多数都给老师选对了 我们第一道题 答案选择的就是A选项 去听音乐会 是吧 然后第二个题 我们需要走路 你说老师 我还听到了Mac 所以这道题 第二题 我选择了A选项 他说走路 是想邀请Mac 加入我们一起去走路 对吧 所以舍姐把原文给大家拿出来 如果说老师这道题 我在听的时候 我真的做错了 那大家一定要回去 给老师翻一下原文 我说了 错题怎么办 当阅读理解去做 原文说的是 我们可以去音乐会 对吧 然后这个女生 马上转折说了 但是 对吧 说明他想不想去 不想去 你要转折了 你要是想去 你但是干啥呀 说明最开始 他们聊的就是 想去音乐会 答案选择就是A 然后到后面 有walk 还有Mac 看到了吗 他说我需要做一些运动 做运动 要么划船 要么走路 这俩是属运动的 这个舱官Mac 这也不算运动 对不对 然后后面说 我们可以沿着湖边 走一走 对吧 然后我们也可以 让Mac加入我们 让Mac加入我们 提到Mac了 但是也是去走路 所以大家选择 思绪一下 所以老师说 我们如果听力做错了 你就当阅读理解 给老师看一下 然后再给我闭眼去听 第二遍 第一遍你不是错了吗 第二遍我当阅读理解去看 看完之后 我再去听第二遍 但是不要给老师说 老师我看着原文去听 不要 原文看完之后 重新再听一下这道题 听一下它的重点 说清楚了吗 好了 那么这道题 给各位宝子们搞定了 就我根本就没有提到 go voting 没有提到划船的事 没提呀 对不对 好 接着往下来 下面这道题呢 刚刚那道题是 18年的高真题 下面这道题呢 是19年的高真题 这道题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做 What is Mr. Stoen doing now? Stoen这个男的 现在正在干嘛? eating lunch 吃午饭 have a meeting 开会呢 writing a diary 写入记呢 差异词汇 是给大家标出来了 第二个句子 Why did the man want to see Mr. Stoen? 问的是 为啥这个男的 想去看这个 Stoen先生 to discuss a program 讨论个项目 to make a travel plan 做旅行计划 to ask for sick live 什么叫做sick sick这个单词 本身是生病的意思 live这个单词 老师生病离开 这叫做病驾 他想请病驾 接着往下来了 When will the man meat Mr. Stoen this afternoon? 说这个男的 下午几点的时候 能见到 Stoen先生呢? 三点 三点半 看这个半点 能不能听到啊 还有一个三点四十五 如果他提到了 四十五这个时间 大家要重点告诉听啊 有可能跟你说的是四十五 有可能说 差十五分钟 整点 如果提到了半点 有可能跟你说的是 thirty 三十 有可能跟你说的是 half 稍微给老师注意一下 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听完三道题 答案直接给老师 敲在评论区里 走起 三十五分钟 but I could make it after 3.30 so shall we say a quarter to four this afternoon in Mr. Stone's office that's great thanks hello can I speak to Mr. Stone please hello but I'm afraid Mr. Stone is in a meeting until lunchtime can I take a message well yes I'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to see him it's Harrison White here just a second Mr. White I'll look in the diary so when's convenient for you sometime today if possible I hear he'll be away tomorrow yes that's right he'll be on a business trip for a week I need to talk about my new program with him before he leaves it's urgent so would this afternoon be okay let me see okay Mr. Stone is free this afternoon after 3 o'clock well 3 o'clock is a bit difficult but I could make it after 3.30 so shall we say a quarter to four this afternoon in Mr. Stone's office that's great thanks 这个单词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他说的是啥 叫做 Stone is in a meeting 他在开会 要开到什么呢 开到午饭时间 就是他现在在开会呢 他这个会议一直得持续 我们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 所以这个人他在在干嘛呢 他在开会 开到吃午饭的时候 谁解释清楚了吗 所以这个题 如果给谁选错了 稍微注意一下 当阅读理解座 but表转折之后 说的这个句子是啥 这个句子 你自己给谁得读一遍 然后一会儿下去之后 我们再听一遍 如果这道题做错了 所以这道题 我们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这个人现在干嘛 他正在开会 然后紧接着来问的是 为啥这男的要找 Stone先生呢 他其实先跟他聊了一下 是上午呢 还是下午呢 然后他才说的是 他找这个人的目的是来干啥 就是他真的是聊了好半天 才聊到 我要找这个人 I need to talk about my new program with him before he leaves 在他走之前 我必须得跟他聊一聊 而且后面还说了 It's urgent 这是非常紧急 聊一聊 talk about 同意听话 discuss a new program a new my new program yamsa 所以答案选择就是 a选项 所以走清楚了吗 然后在这里面 他确实提到了一个trip 很多同学刚刚可能说 老师这条题 我觉得rb选项应该是rb吧 第二题选rb吧 你看trip旅行 旅行 旅行计划 人家说的是business trip 商业旅行 接下来他又有一周去出差了 对吧 而rb选项说的是travel plan 旅行计划 人家是出差 你说的是旅行 旅行计划清楚了吗 所以答案选择就是a选项 那么到最后一道题 舍姐刚刚就跟大家说了 这个时间呢 是吧 他说是三点之后是ok的 三点之后 Mr.Stoin是可以的 然后他说rb选项这个人 我们也三点半确实提了 说我三点半之后是ok的 然后他们最后定了一个时间 叫三点四十五 但是他没有说四十五这个单词 他说的是啥 a quarter quarter这个单词 本身是不是代表十五 差十五分钟四点 是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a quarter 所以我说的 那个四十五 他不一定语言文出现 他可能给你换成十五 这里面给他换成了a quarter 他说这次我不认识 不认识给舍姐记下去就好了 听力 如果考的稍微难一点 他就这么给你换一下 舍姐姐清楚了吗 所以第三题的正确答案 我们选择的是 舍姐选项 所以三道题 b a c 给舍姐答到了吗 如果那道题错了 下去之后 再给舍姐再重新把那个板块 再听一下 再听一下 你看这个出答案的地方 so 就要引出答案了 因此是吧 还等了一会儿 是不是 好 那这次舍姐给大家练习了我们的听力这个板块 还有我们这节课给大家放的关于我们约会这一类的这个词汇 总结一下这节课 是给大家讲了我们的阅读 给大家讲了我们的细节题 猜词题 还有大家讲了例证 包括还给大家放了我们的一篇 额外是给大家加到我们的阅读理解的题 里面有一些词汇 也稍微有一定的难度 第三部分给大家加了听力 来吧 那么最后 堂堂测一下 堂堂测一下 今天我们的学习内容 就是第一道题 说 What family changed the rs 是什么改变了他快乐的童年 回到原本当中去给老师找 快乐童年 这个人的快乐童年 在这里就出现了 这有改变 这有快乐 这有童年 对不对 人家提问的是 什么改变了 所以重点问你是 改什么东西改变了他 对不对 而这个就说他童年了 这说的是改变 所以哪部分才是答案 第二个句子 他才是答案 学习清楚吗 Everything changed 哪件事情改了 啥时候改的呢 When his mother left the country 离开这个国家 And his father lost his job 妈妈离开家 离开的这个国家了 然后爸爸又失去了工作 一切事情发生了改变 那你说什么改变了这个人呢 所以下面选项当中 我应该选哪一步 思考啊 以后我们再选 到这 那你画现这个单词 this 在第二段指的是啥意思 咱把第二段这个词给它找到 在这 对吧 那你说我往哪看 我一定是往前面看 因为它是个代词 它让我猜代词 对不对 好嘞 给舍姐往前看 看前面这个句子说的是啥 毕业之后 他意识到 他想写一些adventure stories 冒险故事 基于科学 基于科技 然后这 怎么的 所以这个这 这以前没有发生过 这个这指代的是啥呢 前文的是啥 我不说了 来给大家发写箱 不是能给舍姐拿到吧 舍姐收题的时候 倒数十秒 好的 Gas了 老师猫和异议非常好啊 如果周五的课 期末测试那个课啊 大家说老师 我没有放学 我可能听不了 大家一定要想着回放 听回放 听到了吗 老师希望 等到大家的这个 期末的好消息啊 我要收一波 你们的好成绩啊 如果期末那节课 你跟舍姐见不着面 那咱就只能暑假了 只能暑假再见了啊 都给我带着好成绩来 听到了吗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我收了啊 来吧 舍姐说一下啊 先说一下 我们刚刚那个第一道题 什么改变他 妈妈离开这个国家 和爸爸失去工作的时候 A选项 他哥 他哥啥事啊 那是爸爸 看见了吗 说他哥丢掉了工作 跟他哥有什么关系 健康问题提了吗 爸爸突然去世了 人家爸爸是工作没了 到这怎么给人家血死了呢 私底选项 妈妈离开了这个国家 一模一样的 大家选择 就是私底选项 谁给我错第一题了 是不是给人爸爸给写死了 接着往下来了 接着往下来到第二题 第二题 谁说一下 这个件事情以前没发生过 啥事啊 他想要干的这个事 以前没发生呗 如果发生了 他还想要干啥呀 对不对 所以叫做 Writing Adventure Stories A选项 写小说 写诗歌 写话剧 人家写的是让你写个故事 这你给列的 这个详细是吧 然后studying law 学法律在哪呢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从大学毕业哪题了 对不对 大学毕业 搞定啊 那师姐今天就把所有的课程内容 给大家讲解完了 然后我给大家发个红包 还有三个红包没有发 下周五 期末 备考练习一和二 是师姐给大家讲的 然后三和四呢 是张亮老师给大家讲的 一和二我说一下要讲啥 我要带给大家复习语法填空 我要带给大家复习完形填空 我要带给大家复习七选五 我要带给大家复习阅读 下周五的课 下周五如果不放假 老师我到不了这个课 再见咱就输家了 给师姐好好考 听到了没宝子们 我等你们好成绩啊 来再来红包 太酷啦 领完红包的 应该还有一个红包啊 应该还有一个 肯定放假的 那太好了 我要带你们进行期末复习 来再来一个啊 最后一个 这个课的内容下去之后 把思路上的课的课程 继续是可以拿下来 课程的高方的课程 不会稍微拥有这种难度 咱不为难 你知道吗 咱不为难 我一定要知道这里面 什么原因 那词的问题 我就整理出来 逻辑的问题 我就按照舍姐的逻辑 我捋一遍 来吧 红包没了 好了 那么舍姐这课 就给各位宝子们 讲解到这里了 然后舍姐说一下 这节课结束之后 大家可以去找我们的 福岛老师 领取期末诗卷 领取期末诗卷 然后我说一下 这个期末诗卷 如果大家下节课 有这个课的同学 你领的是四套 你把我下节课 要讲的这个课的诗卷 给我做了 然后如果老师 我那个以后高二 我不跟着你学了 由于各种原因 那不学的同学 老师也给你准备了 两套诗卷 然后学的同学 继续学的同学 咱们有四套 如果老师 因为一些原因 没有办法跟您学了 那是你可以领到两套的 谢谢教育兄们吧 好了 拜拜 各位宝子们 拜拜 轻盘好事加油 谢谢等你们好消息 拜拜 宝子们